谭松韵出席母亲被撞案却被当众嘲讽没什么贡献 网友出离愤怒 在8月31日,谭松韵母亲被撞案开庭了 在跨年夜谭松韵母亲和好朋友聚会后走在路边 一辆车撞倒三人 谭松韵母亲伤势最严重 紧急送医后抢救了20多天,依然去世了 这次庭审现场 谭松韵母亲的好朋友也还原了现场情况 提到肇事车在撞倒三人后稍作停留 但只停下片刻就仰掌而去的细节 期间他申请出去两分钟 没想到反而遭到嘲讽 反正你也没说什么话 没什么贡献,去吧 有网友表示我窒息了 文字让我出离愤怒了 有网友直接怒斥赵世哲是地头蛇 称这样的庭审让自己感到窒息 而且谭松韵作为大明星 现场超过一千万的观众 依然没能打压赵世哲的气焰 实在让人愤怒 希望肇事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也希望谭松韵能够平复心情 不要被对方的言行过于记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